同学们好,欢迎来到国际关系理论课 我们开始学习第三讲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 我们还是从一个国际事件开始讲起 那么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 一般都会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1914年8月 终于1918年11月 这是一场主要发生在欧洲 但是波及全球的世界性的战争 这场战争使各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 战争破坏之大,波及范围之广 都超出了人民的想象 也创造了历史的记录 战争的巨大破坏性 使得各国人民都不希望战争重演 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 开始着手制定永久和平的计划 但是欧洲列强都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没有能力建立和维持一个和平的秩序 所以他们把目光就转向了美国 美国不仅没有卷入这次世界大战 而且在战争中发了横财 成为了一战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欧洲各国都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他们 建立和维护一个世界和平的秩序 那么美国当时的总统是乌德罗·沃尔逊 沃尔逊总统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他们自小就深受基督教教育的影响 对欧洲古典文化和自由主义的理念非常推崇 他相信人性是本善的 推崇个人自由公平正义与人类进步的观念 具有强烈的既是救民的思想和较高的远见着实 那么所以他跟大多数坚持美罗主义的美国政客不同 认为世界性战争对任何国家都会有危险 如果不加以制止 美国迟早会被卷入其中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他经过深思熟虑 向美国国会提出了旨在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初步的设想 沃尔逊认为 美国必须要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 更加积极主动的帮助欧洲的盟国 消除欧洲原有的侵略根源 避免新的扩张主义的产生 彻底的消除世界各地的战争策源地 他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一脉相承 应该通过保持和光大欧洲古典文明 通过坚守和维护正义民主自由和理性 建立起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 作为世界和平的基本框架 所以自由主义国家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国际合作 建立和加强国家建立联盟和国际组织 实现国家之间的沟通组织和协调 对国际危机和潜在的冲突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沃尔逊认为世界各国尤其是自由主义国家 只要做到了这些条件就可以维护世界和平 战争就可能避免 那么这一思想被称为沃尔逊主义 也被称为理想主义或者叫乌托邦主义 那么外交活动也必须在阳光下坦诚进行 以消除战争中的隐患 那么第二点就是要保持国际航海的自由 那么由于国际水道被各国占领 通行不变引发了国际争断 所以沃尔逊要求各国必须保证 在各国领海以外的公海上 世界各国都应该有绝对的航行自由权 和平与战争时期都要如此 只有国际社会对执行国际公约 而采取国际行动时才可以封锁国际海域 那么第三点就是消除关税等贸易壁垒 那么由于很多国际冲突 是由于国家之间互相设置贸易障碍而引起的 沃尔逊要求各国尽量的打开大门 消除所有的同意 接受和平和共同维持世界和平的国家之间的 经济交往的障碍 建立起公平公正的贸易秩序 那么第四点就是要裁减军事力量 因为军事力量是进行战争的必要手段 所以沃尔逊建议 各国应该裁减军事力量 达到什么程度呢 你只要保持能够维护国内的治安就可以了 你只要没有多余的军事力量 就没有能力对外发动战争 所以国家之间就可以避免战争 那么第五点就是要调整殖民地的分配 尊重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觉权 由于欧洲列强经常为了争夺殖民地大打出手 所以沃尔逊建议 各国应在自由开明公正的原则下 调整对殖民地的要求 同时各国还应该尊重殖民地人民和政府的正当的要求 在条件成熟和必要的时候 应该允许和鼓励他们实现自治 甚至是独立 那么第六点就是各国要缔结公约 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合作组织 使世界各国不论大小 都能够获得关于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相互保证 同时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也可以在这样一个组织框架内进行协商和协调解决 避免激化为军事冲突 这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就是国联 也就是现在联合国的前身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上述这些目标呢 沃尔逊认为 应该依靠人类的理性和大众的舆论 世界各国只要坚持弘扬欧洲古典为民 坚持自由和正义 抛弃对权力的信赖和迷恋 就会达成一致 落实上述方案 实现世界和平的目标 那么沃尔逊有一整套基于自由主义和基督教教育的信念 他坚持这些信念的正确性和必然性 沃尔逊将这样一些信念用于建立世界秩序的原则 带有强烈的愿望色彩 学术界曾经用六个相信准确地描述了沃尔逊 及其追随者实现和平方案的强烈愿望 沃尔逊相信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国际体系 能够被改造成一种完全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秩序 相信觉醒后的民主主义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 相信国际主义会有越来越多的呼应 相信国联一定能够发展和成功 相信进一步人士的和平努力和启蒙工作能够奏效 坚信他们自己的职责就是要消除愚昧和偏见 揭示通往和平和安宁的道路 那么与这样一些愿望相适应 沃尔逊和他的追随者们关注的焦点 不是经验的具体探索 而是确保和平转型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程序等问题 那么在这样一种关注之下 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国际法的编撰 和国际组织的构建上 一时间理想主义渐渐泛滥 全力政治研究失事 规范探索风行 对策研究缺失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想主义 实际上就是沃尔逊提出的一套 缔造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案 他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一套鲜艳的自由主义规范 只要世界各国遵守了这样一套规范 建立相应的国际秩序 战争就会消失 世界就会和平 可见 沃尔逊的理想主义具有下面一些突出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 理想主义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属于自由主义理论 欧洲启蒙运动 催生了三个主要的意识形态 一个是自由主义 第二个是保守主义 第三个是激进主义 那么自由主义作为三大意识形态之一 主张人性善 倡导平等 理性 自由权力 财产权等规范观念 这种观念在沃尔逊等人的推动之下 渗透到处于初级阶段的国际关系研究之中 形成了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 所以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 实际上就是盛行于一战以后的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 以沃尔逊国际思想为代表的 继承了边沁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 以理性、个人自由、公众舆论和社会开放 等自由主义观点的国际关系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 理想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思潮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 幼稚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 理想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 这是理想主义理论的最大特色 那么第二个特点 理想主义属于规范理论 规范理论研究的特点 是提出一些应然的规范让人遵守 也就是说他重视研究国家应该干什么 不重视研究国家实际上在干什么 理想主义强调坚持在自由主义信仰的基础上的 应然立场 使得这一思想不仅在20世纪20年代 成为英美国际政治新学科的规范性力量 也成为后来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研究的源头 正因为如此 理想主义特别重视 研究价值规范体系及其作用 不太重视研究权力及其作用 第三个特点 理想主义的理论形态欠缺 我们虽然可以总结出理想主义的核心假设 即国际社会只要建立并遵守自由主义的规范体系 世界就会和平 但是这一假设是直接基于信念的 缺乏必要的理论论证 所以从理论形态上看是不够完备的 从严格意义上说 理想主义理论是要加引号的 它还不是一个标准的理论 至多是一些思想的火花 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 也没有进行专门的理论建构 与真正的理论还有距离 即使是规范理论 也应该有完整的理论结构 比如理论的前提是什么 理论的规范结构 是怎样通过前提推导出来的 如何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去 等等 理想主义缺乏对这些 基本要素的论述和思考 那么与这样一些特点想要适应 学术卷对理想主义的评价 分为正面的评价 或者负面的批评两大类 那么正面的评价认为 理想主义为国际社会提出了一套 规范的国际秩序的目标和价值 这些目标和价值包括公正和平民主进步 民族自觉 国际组织 国际合作 国际联盟 国际裁军等等 那么这些理想和目标 曾经是 现在是 未来 继续是国际社会 滋滋以求的理想和目标 而且有些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现实 那么这样一些理想和目标 绝对不是乌托邦主义的 它为人类和国际社会描述了一个美好的蓝图 指出了奋斗的方向 是完全值得诊视的 但是 负面评价认为 理想主义所提出的实现规范主张的一些具体手段 对人类理性和大众舆论的简单依赖 对权力使用的简单抛弃 确实过于简单草率和不切实际 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那么实际上 理想主义过度的依赖规范力量和轻视权力的作用 受到了二战爆发的沉重打击和现实主义学者的有力挑战 那么在缺乏对自己进行有效的和系统的反思的情况下 在与现实主义的日益扩大的分歧和争论之中 理想主义逐渐走向下方 然而理想主义的失败带给我们的不应该是对其进行简单的否定 对理想主义的回过和反思使我们认识到 一个好的目标 需要有预知相适应的有效的务实的手段作与支撑 才有可能实现 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好的 我们第三讲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